嗨 大家好 我是影子 今天影子有很重要的新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那本來我是想說在第七指示 禮拜三更新資訊放出來的時候呢 我再一次分享給大家看 不過我覺得這個消息實在太重要了 所以我決定就是今天一下班 我就來拍個影片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個消息呢 主要是官方對 重複召喚到的五星英雄所做出來的應對方案 那他這次所做出來的應對方案 不是只有針對月光英雄 連聖月英雄這邊都有講 所以呢 重複召喚到第二次 相同的五星月光英雄 月光英雄就是官暗嘛 就可以開始獲得 每次獲得十個銀河硬幣 所以我們假裝重複召喚到第二隻 夫人克羅愛的時候啊 我們就會拿到十個銀河硬幣 那聖月硬幣要拿到的話呢 要重複召喚到相同的五星聖月英雄七次喔 這邊有寫七次之後才會開始獲得 然後每次獲得八個聖月硬幣 那為什麼他聖月英雄要再召喚到 第七次才開始給聖月硬幣呢 原因是因為我們如果要把這隻聖月英雄 升到陣型滿的時候 我們剛好需要六隻 所以第七隻其實開始就是多出來的 那第七隻開始就會給硬幣 我覺得他這個設計的還不錯 而且另外一個優點是我們玩家在重複抽到英雄的時候呢 這個英雄還是會保留 他這個硬幣是額外給玩家的 所以不是說他把這個英雄換成硬幣 因為很多遊戲其實你抽到重複英雄的時候啊 他直接換成碎片 靈魂碎片或者是硬幣之類的 那第七隻這一個方案呢 是你英雄還是保留 但是你又額外獲得硬幣 所以我覺得這樣非常的棒 那硬幣呢 這邊也有寫我們可以在銀河硬幣商店 跟聖月硬幣商店呢 這邊換成很多種道具 像這個圖片雖然是英文版 不過這邊可以看到 Galaxy Coin跟Cofden Coin這兩個商店在這裡 然後在銀河硬幣商店裡面呢 有一個五星月光英雄 但是指定的英雄 所以官方呢 在這個商店中 每個月會換一隻五星月光英雄給大家購買 像圖片中這邊就可以看到 他這一次放的是Rare 不過這個是意識圖啦 所以到時候真正第一個月是不是Rare 不確定 這個不知道 反正就是每個月會換一隻 然後我們每個月只能換一次 但是換一隻需要四十個銀河硬幣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玩家自己要抽到 重複的角色四次 才能換成一隻五星的月光英雄 那另外呢 還有隨機85級的傳說飾品 需要兩個銀河硬幣 每個月可以稅換四次 那另外摩洛哥拉呢 需要兩個銀河硬幣 然後每個月可以稅換兩次 那我覺得有摩洛哥拉有人聲的話 其實還不錯 因為摩洛哥拉我們每個玩家 在每個月的入取量是非常有限的 另外還有重組材料選擇箱 需要五個銀河硬幣 然後每個月可以稅換四次 那這邊有寫說 重組材料選擇箱裡面呢 可以選擇這五個東西裡面的其中一個 那比較可惜的是 顯現之石只有一次稅換一百個啦 所以我覺得大家換上面這四個 其中一個都會比較好 因為顯現之石其實我們在打每一個討伐 他都有機率掉 雖然掉的機率比較低 但是我發現其實到最後 最缺的反而不是顯現之石 然後還有傳說神技強化石 那每個月可以稅換十次 一次需要一個銀河硬幣 另外這邊有寫說 隨機85級的傳說飾品 每個月可以更新30次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在下面這邊可以看到 他這個隨機的飾品呢 我們都可以刷新30次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刷出來的這個裝備 下面的屬性是什麼 主屬性是什麼 然後我們再確定要不要購買 雖然他是隨機的 可是我們可以隨機30次 所以如果剛好跳出一個 喔很強非常強力的裝備的時候呢 我們再去買也可以 這一個設計也還不錯 至少我們玩家買下去之前 就已經知道這個裝備的屬性了 再來聖約硬幣商店呢 我們可以看到有兩個 五星的聖約英雄 那一樣是指定的 所以每個月呢 像這邊 力圖裡面可以看到是 克勞烏跟依塞利啊 那兩個五星英雄一樣是每個月會換 那每一隻英雄就是每個月可以購買一次 另外隨機85級傳說裝備 一樣是每個月可以更新30次 所以我們就是買之前一樣可以看到那個屬性是什麼 那需要三個 聖約硬幣 再來 摩洛哥拉需要六個聖約硬幣 可以換到一個摩洛哥拉 然後每個月可以換兩次 傳說萬能裝備強化時 需要一個聖約硬幣 然後每個月可以換十次 那這個變動我覺得還不錯 下面這邊也有寫說 我們玩家之前召喚到的重複月光英雄 或重複第七次以上的聖約英雄 官方都會補發硬幣給玩家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說 以前就已經抽到的重複英雄怎麼辦 那大家一定都會非常關心硬幣到底什麼時候會開放 這邊有寫說 目前我們將預定開放硬幣商店的日程定在今年的下半季中 那今年的下半季我覺得應該就是10月11月左右吧 所以還要再等幾個月還沒有那麼快 不過至少我們知道現在抽到重複的英雄 以後是有機會可以換成硬幣可以換成別的東西的 也就是說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我們還蠻開心的 第七次有做這個應對方式 好啦這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各位的收看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一個讚訂閱分享 然後把小鈴鐺打開 那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各位再見 掰掰